我們看這題目 右表為市民考生之 數學積分X與自然積分Y 是求下列各小題 那麼首先第一小題 我們要求Y對X之 回歸直線 那麼數學積分呢 為X我們直接標示在這裡 自然積分為Y我們也標示在這裡 那麼我們先求X的 算數平均數μX的值 那麼這等於 13加11加9加7 再去除以4 那麼我們算出 這等於10 接著我們再計算Y的 算數平均數 μY 那麼這等於 14加12加8加10 去除以4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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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回歸直線的斜率 就可以去寫 直線方式了 那麼 回歸直線的斜率呢 我們假設為 B 那麼這會是Sigma 就是I從1到4 對 XI 減 μX 乘以 YI 減 μY 求和 然後去除以 然後去除以 這裡呢 是Sigma I從1到4 那麼對 XI 減 μX 括號的平方 求和 所以代表我們需要有 這 離均差的數據 那麼我們直接寫在這裡 X I 減 μX 那麼 XI呢 是13 11 97 這是I從1到4 那μX呢 是10 所以我們直接寫 13減10呢 是3 11減10呢 是1 9減10呢 是-1 7減10呢 是-3 那麼 YI 減 μY 我們一樣直接寫在這裡 那麼 μY這時候是11 所以呢 14減11 這是3 然後12減11 這是1 8減11 這是-3 10減11 1 這是-1 所以呢 這等於 分子的部分呢 這是 乘起來 然後再相加 所以呢 3乘以3 這是9 然後加上 1乘以1 這是1 加上-1乘以-3 這是3 再加上-3乘以-1 這是3 這是3 那分母的部分呢 是 這個數據 取平方之後 加起來 所以呢 3的平方 這是9 加上1的平方 這是1 加上-1 取平方 這是1 然後加上-3 取平方 這是9 所以呢 這是等於 分母是20 那分子呢 這是16 所以我們算出 回歸直線的協率為 5分之4 所以 我們所求的 這回歸直線 方程式為 y-1 等於 5分之4 去乘以 就是x-10 所以呢 我們承開 然後經過整理 我們可以得到 這回歸直線 方程式為 y等於 這是3 加 5分之4 x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若有一考生 數學是15集分 是預測其 自然成績 好 那麼 這時候x呢 我們以15代入 所以 預測其自然成績 好 是 y等於 3 加上 5分之4 乘以 15 那我們算出 這答案是等於 15 這是集分 我們得到 這個答案